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5月15日 圣日门初中立自当头 周日凌晨 法甲倒数第二轮全面打响 蒙比利埃主赢巴黎圣日门 届时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主队近况堪忧之余 后防线问题暴露无疑 队员明显心不在焉 即便圣日门近来陷入合局怪圈 蒙比利埃本轮仍无力止颓 上轮好不容易凭借佐利斯 祖泰特破门扳平比分 蒙比利埃又因防守问题失球 从而再度遭遇败绩 至此球队连续七轮未长圣计二合五负 好在的是仅剩于两轮的情况下 蒙比利埃拿到43分已提前完成保祖任务 换言之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他们可以轻装上阵 无忧无虑战役并不强烈 正如以上有所提及 蒙比利埃近来的进攻已有所改变 近三轮合即能够攻入五球 欣兴爱礼华西连场破门 但失球数依旧居高不下 四月份至今军场失足超过二球 如此纸老虎的防线和德何能阻挡多点开花的圣日门来袭 更何况 蒙比利埃过去六个联赛主场难求一胜 具体为三和三负 即便放眼赛季至今胜率亦不过才38.89% 综上所述 蒙比利埃本伦结束难逃 阵容方面 后卫百度 文迪斯因伤必战 由于早早在联赛积分榜上确立较大的领先优势 使得圣日门在收官阶段没有了抢分压力 在此前与朗斯一比一战合之后 球队提前夺得联赛锦标 不可否认提前夺冠让朴智天奴挥下弟子丧失了争生的决心 这从近两轮接连被对手破合足以说明 当然了 有忧必有喜 喜的是在后防线欠奉的背后 由尼玛 达施华 基利安 麦巴比和利安奴 美斯等人领衔的进攻群火力依旧不减 尤其是过去三个联赛做客合计攻入12球 今仗他们将成为对手后防线的心腹大患 据数据统计显示 尼玛 达施华上轮射入12码 这是圣日门生涯的第99力进球 只要本轮继续斩获将迈入队10百球大关 最后两队过去六次交战 圣日门未尝败继之余 赢足无场之多 可见彼此实力高下力判 金杖自然可以对法甲霸主迎面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中场阻力安 达斯拿和里安度 博烈迪斯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